這要修你了 你叫主管出來處理 已經半個小時了 一個主管沒辦法出來處理 在飛機上等了好幾小時 實在是忍無可忍 衝向空服員理論 空服員也無奈出聲 你不要在家裡 可以對我們在修 我剛剛有跟她講 我沒有對她修嗎 我跟她在修 我真的聽不到 你問小姐 我有對她修嗎 再來一點 我跟你講 你們從幾點 從幾點沒有修 開始到現在 還好最後在其他乘客 和機組員的勸阻之下 才結束爭執 只是空服員職業工會表示 不只是旅客 這一整個過程 機上的機組人員 也是受害者 不過整起事件會發生 就是因為6號當天 JX800台北 飛往東京的航班 會遇上側封 導致連續兩次 無法成功降落成田機場 改降落到明谷屋 但是到了晚上6點多 再次飛往成田 又花了兩次才成功降落 機上乘客直呼 這根本是在搭雲霄飛車 非常恐怖 另外有華航林一城 支撐的前空姐趙小薇 剛好當天是受害的乘客 她搭乘的就是滯留在 日本的JX803航班 她也在IG上分享受困情況 在機場直接鋪睡袋睡覺 雖然百般無奈 但還好最後都是平安 回到臺灣 TVB的新聞莊 請為周仁軒 臺北東京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